游戏王卡图故事之称金哥布林 时代在泡沫经济中涌动 一位在股票及房地产大赚了一笔的哥布林 喜欢在穷人面前把钱丢在地上 欣赏着穷人捡钱的样子 虽然哥布林很有钱 但每次施舍却只带零钱 而哥布林的奴隶也过着惨无人道的日子 即使多次想报复进行矮杀 但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哥布林的财富被遗产猎人盯上 遗产猎人名为扎鲁哥 他组建了一个名为黑蝎的倒决团 对于黑蝎团来说 世上没有他们偷不到的财宝 虽然黑蝎团曾经也遇到过各种危机 但只要五个人齐心协力 无论多么困难的状况 他们都能解决 首领扎鲁哥的本领非常高靠 可以独立完成各种倒决任务 团员们对他也非常信任 而聚集在扎鲁哥身边的精略里 就有团队的骨干克里夫 克里夫作为团队的二号人物 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冷静 是仅次于头领的恐怖人物 齐克 作为黑蝎团新进见习团员 性格上有点半吊子 在遇到危险时 却对逃跑很有自信 高哥 作为团队的力量担当 他引以为傲的怪力 让全体团员都刮目相看 美奈团队里的唯一女性 编子技法就仿佛手脚一般灵活 只要在队伍棋争执时 美奈出手 就连队长也不敢抬头正视她的眼睛 由这五个人组成的黑蝎盗决团 运用他们引以为傲的 必杀核体剂 黑蝎合剂 开展了对哥布林的洗劫行动 随着财产被黑蝎团洗劫一共 哥布林的公司 也在泡沫经济下互产 同时也欠下了许多债务 而又因为股价大跌 哥布林剩下的财产 也全部倾囊而出 一夜之间从大富翁又变得身无分文 自己曾经做过下流的实施 这次自己却变成了接受的一般 使哥布林也终于体验到了金钱的可贵 虽然很屈辱 却也无可奈何 跌落谷底的生活 每天都过得很拮据 受生活所获 哥布林也终于涉负犯罪 或许因为被盗取的经历 他也成为强盗 偷取了物资调达员的强域之品 而犯罪一旦尝到甜点 就不会轻易停止 他又一次前往当铺 盗走了强域之湖 但强域之湖里面 住着强化欲望的精灵 导致哥布林其身心被欲望淹没 化身为强域哥布林 哥布林也打算重新开始生活 利用魔力减约术 和死之眼算盘计算债务 并在自己原来豪宅的外围 找了一块长满茂密杂草的空底 搭了个简陋的棚子 准备重新生活 由于哥布林不堪花粉症的侵扰 又请来了除草兽 在院子进行除草 但却因为买错了增草剂 更加剧了杂草的成长 而即使买来了除草剂 也会污染院子的空气 哥布林最终也决定 自己动手进行除草 但也因此惊动了院子的杀人蛇 不过好在有杀人蛇 哥布林也因此解除了 强域精灵的副体 而杀人蛇也成为了 哥布林的生意伙伴 两人一起前往集市 进行结合卖 不过市场的竞争也很激烈 市场还有同行 恶魔喜剧演员疾苦魔神 不过因为卖艺的关系 也赚了一笔小钱 只可惜一次不小心 把强域之波给摔破了 于是哥布林也发挥其商业头脑 制作了头脚服器 提供给客人游玩 自己也能赚点外快 瓶子修复后 哥布林想把活拿去偿还债 结果却因为质量问题 而对债主退回 哥布林因为付不起活的修理费 也惨遭老板驱逐出店 哥布林只好心疼地 把强域之瓶修复 然后把坏了的强域之活 拿到市场上换了强域 而谦虚之壶外加三个金币 而在这个市场上 就算是凶猛的彩虹鱼 单调的价格也大约只值两个金币 但强域而谦虚之壶 在市场上却无人问津 哥布林只好假装活有质量问题 又成功换了一个强域而贪域之户 并成功卖了两个金币的价格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还清债 闲暇时间也会去到庙会摆摊捞金 而工作日便前往工厂上班打工 主要负责悠悠地生产线流水工作 某天深夜 加班结束的哥布林在工厂内 意外打开了一个房间 发现了强域之户 他心中又重新涌起犯罪的冲动 而房间里天使的施舍照片 是否也预示着这是上天的恩赐呢 哥布林盗走了壶 并前往黑市换成了钱 他为额外获得的零食收入感到高兴 而黑市里也贩卖着其他的壶 包括金满之壶 吴玉之壶 谦虚之壶 贪玉之壶 而到胡一市没有被工厂发现 也许是因为得到了信任 被为以新的岗位加工愤怒的悠悠 而过去的经验也让他学会 伪装成认真的员工 方便寻找更好的机会继续到胡 而一次外出的时候 哥布林再次遇到吊达员 这次哥布林选择潜伏在货物车上 想混进城里去寻找价值更高的胡 结果在进城时候 却被翻钉了一下 对吊达员强制进行了货物的搜查与检问 最终哥布林也因盗窃罪 挡挡入狱 一代胡王就此遇落